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唐琴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子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宜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今天以上漲一點來開出 那麼最高點出現在上午的一開盤 8點45分來到15409 那麼最低點出現在今天 也是上午的10點15分來到15312 整個震盪區間僅僅只有97點 那麼現貨的成交量來到2156億 也比昨天少得非常的多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窮扣莫追 給我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美國公佈了最新 4月份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大幅度的下滑 使得昨天美國股市全面下錯 技術面保持著一個疲軟的走勢 甚至在道琼跟S&P500 也都紛紛跌破了月線的支撐 昨天台子期的夜盤更是一口氣 跌破了多少 各位跌破了15300點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昨天晚上可以說是風聲鶴唳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台子期 卻是一個強勢開高的格局 一開盤甚至還開在平盤之上 從早上強勢開高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多頭是怎麼樣 積極地在做一個表態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昨天大盤下跌了256點 這是創下了去年12月20號以來的 最大單日跌幅 所以在很久沒有看到 這樣帶亮長黑的情況之下 可以說昨天整個市場 投資人看得是心驚膽戰 那麼原本有非常多的股票老師 每天都到大家進場來抄底 那麼昨天上節目的時候 都是怎麼樣 坑坑巴巴 我們並不是要去嘲笑這些做多的老師 而是本來操作就應該保持著一個靈活性 如果你做單 不管做股票還是做指數 你永遠都只有一個方向 這時候你不僅僅是 少掉了一半獲利的機會 當行情拉回在整體的情況之下 你更是怎麼樣 你只有挨打的份 不過就當整個恐慌情緒蔓延的情況之下 反而今天行情出現了止跌回穩的跡象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來 來判斷今天的走勢呢 各位投資朋友 當然最快的方式就是透過我們的什麼 看盤口訣 我們的看盤口訣 穩盤靠現貨公視看期貨 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早上行情開在平盤附近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整個現貨在早上的時候 跌得比台子起來的深 並沒有符合穩盤靠現貨 表示盤勢還是偏弱 甚至電子期也同樣在遭到了空方的鎖定 早上也是快速的翻黑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透過過去我們看盤的歷史經驗 這叫什麼 空方控盤的局面 可是今天盤面上的亮點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 就像剛剛所講的 今天的實際開盤價比昨天晚上的夜盤 還有老師的預估開盤價 高了將近50點以上 這就顯現得出來 今天強勢開高 多頭是表現得相當相當的積極 所以再加上今天盤中 整個賣壓有逐漸被消化的跡象 一開盤的時候 大盤其實量是相當的大 那麼可是在盤中震盪的過程裡面 量能逐漸在萎縮 所以看到這兩個跡象 就可以判斷的出來 今天不至於有再度大跌的跡象 甚至回檔空間是有限的 所以哥哥投資朋友 也許你以為老師是事後諸葛亮 我們就來看到 今天早上開盤短短的6分鐘 你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在9點06分的時候 我們透過台紫期的成交量 大盤的成交量 期限貨之間價差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 老師多年的看盤經驗 給會員朋友第一手的報告 今天台紫開盤爆大量 你可以看到成交了6065口 遠遠高於過去5日均量的 3500多口 那麼現貨呢 今天開盤成交了79億 也是大於過去5日均量的71億 所以期限貨成交量放大 波動率上升 找盤現貨跌幅大於台紫 電子遭鎖定跌幅持續擴大 顯示空方持續控盤 但是呢 台紫強勢開高 多方積極表態的情況之下 今天回檔幅度有限 留意反彈 所以各位同志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你能夠迅速的掌握 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是不是你就可以選擇一個 正確的應對方式 尤其經歷過昨天的大跌之後 開在平盤附近 我可以想像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當沖客 今天都想要進場來放空 可是呢 怎麼空 他就是不下去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一開盤的時候 多頭已經相當清楚的表態 而且盤中量能也持續的在萎縮 這就看得出來 沙盤的力道在今天是相對有限 對空方來講 可以說是窮扣莫追 所以各位如果你每天早上 真的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坐下來好好的分析這些數據 怎麼辦呢 你只要跟著我們來進場 每天早上老師會在第一時間 透過盤面上的數據 然後快速的分析 整理 然後你不需要看盤 不需要開電腦 你只要收到我的call訊 就能夠比別人 更精準掌握今天的結構 那麼今天盤中 還有一個亮點 什麼亮點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圈起來這個地方 是今天在下午1點以前 整個正價差最大的地方 那麼最小的地方在哪裡 各位 從1分鐘出現了正價差最小 過去很少出現 極大值跟極小值同時出現 為什麼 這就表示今天是一個 多空糾結的局面 多空拉扯之下 行情就很難有突破性的走勢 所以雖然早上的盤面結構 都是偏向空方 可是如果你在仔細的探討下去 仔細的看下去 你會發現 今天並沒有大幅下跌的一個條件 所以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呢 我們也是同樣來提醒我們的會員朋友 目前價差最大在正39 最小在正16 僅相隔1分鐘 顯示多空糾結 盤勢難以突破 但是盤中賣壓逐漸消化 破底機會不大 我們持續觀察 如果有好的機會 我們會再進場 來通知會員朋友來進場操作 所以我們的當充智能指標 除了每一天的突破策略 我們的指標之外 在盤中會及時的來提醒會員朋友 目前盤勢所出現的變化 尤其是最近的波動非常的大 大家都是提高警覺 甚至可以說 有時候看到黑影就開槍 看著黑影就開槍 看到拉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要大漲 看到跌的時候 好像新天 又要出現崩盤的走勢 如果你被盤面上的漲跌 影響到自己的判斷的話 今天的行情 恐怕你也占不了什麼便宜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行情隨時會變 人性永遠不變 各位投資朋友 最近的行情是不是跟過去一段時間 有相當大的不同 我說過 每一段時間盤勢都會出現變化 可是人往往都會沉浸在過去一段時間 所感受到的對盤面上的判斷 過去長達兩個半月都是盤整的格局 你很喜歡做逆勢單 在那一段時間你會快樂的不得了 因為你看到高就去空 看到低就去買 而這時候就算當天被套牢 隔天都有機會能夠解套 大家做的可以說是不亦樂乎 可是就在前不久 我們特別提醒大家 我說盤勢即將要改變 如果你還是按照過去喜歡做逆勢單的方式 接下來行情恐怕會讓你痛不欲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來果然是連續性好幾天的夏天 如果你一不小心你沒有停損出場 各位你的多單可能會套在山頂上 什麼時候能夠解套 恐怕短時間都沒有這麼好的機會 所以在行情隨時會變的情況之下 當然你所有對盤面上的應對也要隨時改變 千萬不要按照過去感覺上不錯的方式 延續到下面已經改變的盤勢當中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分析 判斷盤勢的變化 也沒有這麼多的時間也沒關係 你今天只要跟著一個專業的期貨老師 我們不管是多不空 不管是多還是空 我們從來都沒有所謂的既定立場 我們所要的就是能夠透過行情的波動來賺取價差 那麼我們再看到除了早上在9點06分 我們給的第一手報告之外 當9點20分左右 有越來越多的資訊進來之後 我們還會整理一個更詳細的多空關鍵 給會員朋友來做參考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開盤強勢掃描 第一個 台子開盤價遠高於預估價 多方積極表態或有反彈 那麼第二個 A50昨天破前提爆量收拾至限 那麼醞釀反轉值得留意 那麼第三個 消費者信心跌到9個月來的新低 道琼及標普500失守了月線 那麼第四個 外資賣超台股202億 期貨及選擇權的多單也同步的大幅減滿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9點20分左右 你就能夠收到我替會員所準備的這個 開盤強勢掃描 是不是你就能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充分掌握今天盤面上所有的多空重點 包含了技術面 包含了籌碼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漲跌 通通都在裡面 不用像過去一樣 有多單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單的人只看利空 如果過去你都是找尋自己想要看的資訊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你只是希望市場上有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樣 可是對操作來講並沒有真正的幫助 如果你想要當一個專業的操盤手 我建議你跟我一樣 每天同時吸收多空兩邊不同的資訊 這樣子你才能做出最準確 而且最客觀的判斷 但是我知道每天早上大家忙著上班上學 帶小孩做家事 沒有時間準備資料 怎麼辦呢 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機 動動你的手指 打開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現在還不是我的會員 留下你的聯絡電話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助理會來幫你做設定 早上的時間就能跟會員同步接收到我的 開盤強勢掃描 今天不管你是想做多還是想放空 你只要了解到整個盤式架構 自然就能夠趨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完全免費 那麼也可以掃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訂閱我的頻道 只要最新的解盤影片 最新的教學影片 都能夠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等待股價上漲 不如操作指數搶價差 進可攻退可守 行情多空都能掌握 想成為市場的長勝軍 要怎麼做 透過最犀利的當充指標 掌握盤式多空動向 明天你就是贏家 勞動5加1 福利大放送 立即來電 02 2542 8999 為自己的財富搶福利 等待股價上漲 不如操作指數搶價差 進可攻退可守 行情多空都能掌握 想成為市場的長勝軍 要怎麼做 透過最犀利的當充指標 掌握盤式多空動向 明天你就是贏家 勞動5加1 福利大放送 立即來電 02 2542 8999 為自己的財富搶福利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重點新聞 經濟智商理事會說 美國消費者期望指數 顯示衰退在即 各位同學朋友 剛剛我們有講到 最新公布的4月份 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 原本上個月是104點 那麼這個月只剩下101.3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僅僅是大幅低於市場的預期 也創下了近9個月來的新低 為什麼美國消費者信心 大幅度的下滑 除了美國國會對於整個 美國債務上限遲遲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擔心市場會引爆所謂的 經濟風暴之外呢 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面臨到什麼 經濟衰退的情況之下 獲利可能會下滑 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展開了什麼 財源的動作 因為一般來講企業如果預期 接下來獲利會收到侵蝕 第一個開刀可能就是自家的員工 所以你可以發現 最近美國企業財源潮 可以說是一波接著一波 而且整個風潮有持續擴大的跡象 那麼市場的職位空缺 也不斷的在減少 這也難怪整個美國消費者信心 會出現大幅度的下滑 那麼既然經濟可能會出現衰退 所以股市當然就難有好的表現 我們來看到在道琼指數的部分 昨天出現了一根長黑棒 剛好來到哪裡 來到上一次我們所講的 這個重要的拐點 所延伸過來的水平支撐 那這水平的支撐 又剛好跟月線交叉重疊 所以昨天盤中有跌破 但是稍微拉了下引線 那麼關鍵就在於 在這個地方如果再一次破底的話 那麼接下來 下一個技術面的支撐在哪裡呢 各位恐怕就要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技術面現在看起來 可以說是岌岌可危 那麼另外我們再看到 納札的指數同樣的 也是前波的拐點 所延伸過來的水平線 那麼昨天盤中一度跌破 但最後拉了一根下引線 可是也是連續三天落在了月線的下方 所以從美國股市目前的技術形態看起來 的確是偏向一個疲軟而且偏空的狀態 那麼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A50的部分 經過連續的下跌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 昨天在這裡爆量收了十字線 什麼叫做十字線 大家都懂就是一個十字 但是呢 十字線所代表的意思是 當天多空雙方激烈交戰之後 最後還收在當天的開盤價 而且加上爆量 所以K棒的形態所反映的 就是當天多空拉鋸的結果 大家都知道收黑就是不好 但是為什麼收黑 代表空方一直在處於獲勝當中 連續四天空方都是大勝 但在第五天的時候 收了十字線 而且爆量 表示在這個地方 多空開始怎麼樣拉鋸 所以今天有機會開平盤出現反彈 這也是整個台股盤中 有機會反彈向上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觀察 過去一段時間 最為疲軟的大陸股市 能不能夠在連續四天下跌之後 展開反彈 甚至來挑戰月線的反壓 所以我們說過 這個對台北股市來講 美國股市很重要 因為它關係著我們的開盤價 昨天的漲跌會影響到今天的開盤 可是在盤中的部分 就一定要關注大陸股市的變化 因為它盤中的連動性 跟我們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再來看到 在美元指數的部分 美元指數連續幾天的疲軟走勢 理論上來講 美元指數如果走強 就是代表台幣走弱 外資通常都會匯出 那麼如果這個美元指數走弱 台幣走強會怎麼樣 表示台幣有吸引力 外資會把錢匯進來 然後呢進場的買股票 那麼這幾天美元走弱的情況之下 外資持續的在賣超 因為行情不好 可是呢在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昨天美元大漲 如果在這個地方 它順勢站上月線的話 代表這邊會出現一個大底 如果美元出現大底 美元開始出現強勁的反彈 這時候恐怕怎麼樣 外資賣超的力道 會比過去來得更加的劇烈 所以美元指數的強弱 會關係著整個外資 接下來的動向 我們要特別特別的去留意 那麼再看到自己本身 台股的技術面 你可以發現 在這個地方 過去我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技術面絕對有它值得參考的地方 在過去一個月的時間 每一次來挑戰16000 然後接下來就是快速的拉回 挑戰16000快速拉回 挑戰16000快速拉回 但在這種情況之下表示 在16000點附近 空方可以說是重兵防守 但是另外一方面 每一次拉回的幅度 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短 導致整個底部是越墊越高 所以在結算前一天 我特別提醒投資朋友 當這種收斂到末端的時候 一定會有多空勢必要進行對決 那麼在指示呢 這個對決啊 行期發動比我預期早了一天 在結算當天 就已經出現一個 開低走低的現象 那麼當它跌破了 這個上升軌道之後 可以看到接下來 連續下跌的情況之下 從這個點位到這個點位 各位已經跌了超過600點 所以技術面是不是值得參考 在看趨勢的時候 往往都會讓你有機會 比別人更早發現行情 可是呢 如果你當老師在提醒你的時候 你還是不知不覺的話 在下殺的過程裡面 我也同樣告訴大家 技術面偏空 多單或是股票要怎麼樣 先減碼來退場觀望 結果呢 到現在又快速的下殺 又殺了兩天 那麼這時候呢 就有人在LINE上面 後台問老師 現在他多單到底該怎麼辦 你說我應該怎麼樣來告訴你 在行情發動之前 我有提醒你會有大漲大跌的趨勢 行情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也告訴你還有低點 可是呢在這個地方 當他再度大跌的時候 這時候呢還能不能空 今天同樣有人問我 我認為要特別的小心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連續性的下跌 而且跌幅是越來越擴大 但是今天出現一個 量縮反彈的十字線 其實呢 他已經醞釀了止跌反彈的契機 因為畢竟以月線的乖離 是有一點點大 那麼呢 從技術面來看 他具備了短線反彈的契機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這個反彈的力道啊 看起來並不是非常的強勁 為什麼 我們這時候就要來看一下 整個台子期的部分 現在月線是落在15749 那麼接下來還有機會 持續往下來做一個遞延 可是呢在未平昌量 我們可以看到 從三天前的73012 來到呢 接下來來到 77535 那麼今天 減少來到了76939 如果今天震盪收十字線 未平昌量大幅下滑的機會 情況出現的話 這就表示 這時候盤中啊 空單多單 大家都退場 行情就不會往原本的方向 持續來延續下去 那麼今天未平昌量 減少的幅度 我個人認為 實在是太少了 不到600口 如果這邊減少了3000口 那接下來一定會反彈 可是呢 減少的幅度並不多 只是透露了微微止跌的跡象 那麼呢 整個市場期貨籌碼的動能 還是一樣 相當相當的充沛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 大家還是要特別的提高警覺 但不管行情 事上事下我講過 做指數最大的優勢 我們從來都不要選邊站 我們只不怕漲 不怕跌 就怕不漲不跌 只要有行情 就有機會能夠賺大錢 我們就來看到 以這張圖來講 各位投資朋友 左邊跟右邊兩個顏色一樣嗎 正常人都會告訴我不一樣 可是如果我把一個色卡 放上去之後 其實兩邊的顏色竟然是完全相同 為什麼 因為你眼睛看到 告訴你的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 甚至呢 我們把它移過來之後 上下對調 兩個顏色竟然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呢 在我們在看行情也是一樣 往往看到的都是自己想要的結果 你會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解釋 但是對操作來講 這是相當相當大的一個盲點 如果你想要在市場上 能夠賺到大趨勢 就要透過我們的工具 千里眼波段策略下載系統 是老師這20年來的實戰經驗 所累積而成 我把所有的操作的這個邏輯 還有我的經驗 把它轉化成將近100支的指標 在這100支的指標裡面 我會挑選出5支最符合 現在策略的行情 把它包裝成一個投資模組 為了就是要同時 能夠掌握短線中線長線 甚至逆勢加碼的機會 如果你只有一支策略 兩支策略會有什麼狀況 你一旦下車之後 你很難再上車 甚至呢 如果你的策略是買回家 自己看自己用 這會出現什麼狀況 當盤勢轉變的時候 你策略沒有改 這時候你就會怎麼樣吃大虧 我們都知道 自營商不管是券商還是期貨商 自營部有很多的人才 那麼這些人才要做什麼 當然就是隨時隨地按照盤勢的變化 來調整策略調整參數 這樣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 我過去常在講 就算你家裡有一台Masladi 你不去開它 不去調整它 不去保養它 不去維修 久而久之 它就是一台廢鐵 同樣的道理 所有的策略一定要調整 才能發揮最好的效果 所以老師的策略都是自己的策略 所以隨時隨地 可以按照行情的變化來調整 長久下來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 我們就來看到 5月台指的部分 我們把開倉之後每一次進出 都把它標示出來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9月20號11點07分 15712放空 9月不是9月4月20號 那麼隔天4月20號10點15分 在15678再加碼放空 那麼同樣的時間 4月21號10點29分 15652再加碼放空 那麼接下來隔天跳空之後 短空單先行回補 那麼接下來行情持續下殺 我們再加碼空單 但是一樣多空交錯之下 這個多策略就是這樣 空單回補長線可能又進來做空 但是這個好處是什麼 你不會錯過行情的變化 我們同樣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兩筆空單策略在裡面 經過5個交易日 其實短短5天 已經創造了1426點 在過去每一個月裡面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月基本上只要是有行情 不管是大跌大漲盤整 還是像過年前的先蹲後跳 我們全部都獲利超過2000點 這邊是956點 這邊是600多點 那麼唯一比較不好的地方 表現差的地方 就是在過年那段時間 過年後整個時間非常的短 而且高低區間只有300點 所有的策略 大家都是跌的頭破血流 但是我們同樣把虧損 損失把它鎖在最小的區間 那麼接下來3月份又有638點的獲利 那麼4月份各位你可以看到 雖然只有正262點 可是當天的行情 是創高拉回創高拉回創高拉回 這對什麼 對城市交易來講是一段天堂路 可以說是非常的辛苦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全部都陣亡 但是我們還是能夠維持著一個 相當不錯的正報酬 那麼現在5月份短短5個交易日 已經正1426點 如果你想要能夠東山再起 把過去失去的 趁這一波行情通通撈回來的話 你一定要把握機會 最需要波段的策略三種人 第一種沒有辦法天天盯盤 第二種想要賺大波段 第三種沒有辦法克服人性 只要打電話進來 老師就能夠來拉你一把 行情變化萬千 決勝彈指之間 讓我用最專業的方式 帶你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市場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只要保持對交易的熱情 隨時都有機會東山再起 所以祝大家天天做期貨 天天有收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一次 女觀眾